我就是四百块钱,算一下自己行了吧 老公,跟你商量的事呗 说 再给我一千块钱 你怎么又要钱?我上个礼拜不是刚给你二百块钱吗? 什么叫又要钱呢?你上个礼拜给我二百块钱 难道说咱们不吃不喝,家里头什么都不花骚吗? 水电费,油烟费,买菜,洗衣粉,洗衣液什么的,这都需要钱 二百块钱能干啥呀?现在物价这么高能干啥呀? 一个礼拜你就花了两百块钱,你这开销也太大了 什么叫我花钱大呀?难道你不在这个家生活吗? 你不花销吗?什么水费,电费,煤气费,你交过了一样吗? 这不都需要钱吗? 行行行,我也不想跟你多说 你们女人就是麻烦,一天一天的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还晒不着 还一点点事可多了 什么我们女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呀?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顾及孩子,顾及老人的话 我们照样可以在外面找一份工作来体现我们的自身价值 难道说你那个脏衣服,自己它能洗干净吗? 难道说每一顿的饭菜自己都能上了桌吗? 这些不都是我来做的吗? 现在人家外面雇一个保姆,一个月都七八千的 我呢?你给我多少钱呢?我就是不花钱的 就算了那些衣服, next time 我们来吃吧 这不好吃 我给你吃个酒吧 我们来吃个酒吧 也可以吃个酒吧 我给你吃个酒吧 你吃什么东西 你吃不ک 我吃个酒吧 我来吃吧 我吃你吃吧 你吃个酒吧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点 我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